浩资一亿多元的原住民文化会馆 使用十多年馆内办理的只有表演和零星的展览 没有发挥最大功能 先援周军又希望圆明处能够利用周边土地活化圆明馆 也这对文件站管理上有很大的问题 包括薪资发放时间还有劳资纠纷等 预言希望圆明处可以做好配套措施 浩资一亿多元的原住民文化馆十多年来可以说是一成不变 上考隔壁县的台东县只花一半人钱 而他们的原住民文化馆却是利用了相当的极致 各项多元族群文化活动 歌舞展演和县服装的活动都来这里办 也请云行处能够多加思考其他县市成功的案例 我们花莲是一个观光大县 花莲的原住民人口是也是全国最多的一个单位 可是刚才据所知 我们的花莲县针对我们的原住民的一个观光特色 是没有的 没有一个特色景点 所以说为什么会提到文物馆 文化馆 因为文化馆是在我们的行政单位区域 它是我们的行政单位 所以说在我们行政区域有一个文化馆 腹地将近4.6公顷 可是我们文化馆的面积就将近0.2公顷 非常的小 可是它腹地非常的大 如果说它的建壁力的影响的话 我们是会纳入其他旁边周遭的我们县有地 纳入在里面增加我们的建壁率 可以盖到更多的一些相关设厂 像是好我们现在就展演厅我们可以做我们的餐厅 做我们的饭店或做我们的会议厅增加它的附加价值才能有机会委外 或者是才能成为我们花莲的观光景点 又有一个好的策展好的一个地区谁不来 而且它周遭附近这么大 它观光特色没有 那我们怎么去创造我们的原住民的价值 所以我刚才讲过 我不希望原住民的文化 赋予在我们的观光产业 是赋予在观光产业上面 而是要用原住民的文化来制造观光 料文化健康站的管理问题以及劳资聚分 也请原型处能够拿出办法来 何谓文化健康站的问题 因为文化健康站因为长期已经接到很多的一个陈寝 好这种因为原住民的陈寝 相关的像是业务费用的代电 以及薪资没有拨期嘛 因为要劳资的纠分 以及一些像是我们一些协会里面的一些抽那个业务费用 百分之几%业务费用 钱拨进去之后先留几%下来 他们协会要处理 所以说往往都有这种一些舞弊案件发生 我也希望说我们的原民处是一个承办单位 希望说他的一些人员要过去了解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到底要了解说 到底业务方面有什么问题发生 可是因为刚刚我们原民处的处长也讲过 因为人事太少 他没有办法每一个地方都周全的到 所以说本席是希望建议说 将我们的文件站交由我们地方的乡镇事工所做管制 但是我们不能造成乡镇事工所的压力 要增加我们一个人事配置 就是增加中央要求一个人事配置 交由我们的乡镇事工所一个专员去做理我们的那个 业务费用 业务行政的问题 这样也可以增加我们一个 我们原住民的那个业务人才的一个培训 以及我们一个工作的机会 现任周军又表示 文化健康战是现在原住民部落最重要的据点 部落长者一到星期五到来这的运动 办理研习课程 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丽 也希望幸福原住民学生处能够反映中央 文件站面临的问题 来解决事情上的困难 记得继续合作为了